兄弟们 在我们打游戏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喜欢打E集团 常常一开局就打信号往河道走 运气好一点抓到对面落单的 交几个技能杀掉 运气不好遇到队友在斗地主泉水挂机的 自己这边反而很危险 今天呢我就分享两个E集团小套路 不管怎么打都是优势局 前提队友要配合 首先我们要清楚 在哪里面的小套路 哪些位置打E集团可以形成 以少打多且不被提前发现 常用的位置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开局会有对面的人去站位 一旦从那里过去肯定会被提前发现 如果对面少人就不会和我们打 如果人都在那里 我们也没有人数差的优势 这样的E集团是赚不到任何东西的 在看了很多高端局后 我总结了两个位置比较好打的E集团 假如你在蓝色方 开局之后就可以给队友发信号 去对面上路靠近河道的这个草丛 记住 一定要快速进草丛蹲着 也可以让一个队友去红buff的草丛转位 如果对面开局没有在这里站位 那么一般可以抓到对面迷路的上单或者中单 开局免费拿个E学 而且基本上不需要交任何技能 稳赚不亏 这时候让下路去几方红buff作演 打野去对面红buff开 这样对面打野开局少了个buff 基本上就是梦广开局 假如运气不好 对面没人路过这里的话 可以让打野直接打对面红buff 对面不清楚buff没了 也是赚的 假如你在红色方 开局给队友发信号 到对面下路河道的草丛蹲着 速度要快 运气好可以蹲到对面迷路的下路 运气不好可以叫下路一起入侵对面红buff 要么抓死对面刚把技能交给野怪的打野 要么野区没人 收个buff也是稳赚不亏 实施这个一集团套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进草速度要快 因为对面很可能不久会过来站位 二 如果没蹲到人 要交队友提前回城 因为兵线是1分05秒出来 所以蓝色方叫下一路1分钟按回城 红色方叫上中1分钟回城 三 在红色方 如果下路要入侵野区 一定要看好时间出去 早了会被兵线看到 且对面没开始打buff 血量没掉技能没交 过去就是正常3v3 又因为在对方野区 所以中路支援没对面快 为出去早了不行 出去晚了 对面可能已经把buff打完 这时候对面打野二级 3v3就炸了 最佳时机就应该是1分28秒左右出去 让带控制的辅助走前面 目标明确 就秒打野 如果不交CJ回血就被秒 如果交了CJ 那红buff就会被几方打野揍下 然后几方打野二级 对面打野一级 且没有战斗力 那即使对面中路来了也不怕 而且他赶来一定少亏兵的 套路虽好 但也需要配合 建议组排的时候可以试试 单排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以上就是本期较绝的全部内容了 觉得有用的兄弟不妨点个赞 关注我每天看韩服高端对决 下期见